如今的娱乐圈演员之间的演技,真的是有着天让之别,虽说人气较高得到树心时代的小鲜肉,但是他们的演技,真的是让人捉摸不透,相对于小鲜肉的高流量,老辣肉的演技,更值得我们尊敬和敬爱,像李雪剑,陈道明,胡歌等演员,的演技真的是让人惊叹, 我们今天要讲述的就是一位饰演傻子,却三次夺得影帝的男人郭靖安,郭靖安身为一名香港的男性演员,说起他的名字,大家应该是非常熟悉的,毕竟香港的有支电视剧《在内陆》也是十分受欢迎的,《笑看风云》中他将反派演绎的炉火纯青,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一部城市故事,并没有让郭靖安成为家喻户晓的大明星, 反而是天下第一中饰演的城市飞这个角色让人深入人心,郭靖安因为长相顾似张国荣,被认为是张国荣的接班人,看来在想象方面他是心愿的, 俗话说真心不怕火炼,只有拥有真正的演技,才能在娱乐圈昏得风生水起,郭靖安真正走到大家的视线中,是因为饰演傻子,可想而知这究竟是需要多么强大的功底,才能依靠饰演傻子而出名, 郭靖安在《阿望星传》中饰演的是一位三十多岁,但是智商只有七岁的人物,智商可能对每一个人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, 郭靖安在剧中虽然只有七岁的智商,却凭借着一颗赤子之心,感动着身边的朋友,完美的诠释了一个智商只有七岁的小孩,的阿恨情求,正是这一个其他人几乎都排挤的角色, 在郭靖安完美的诠释下,获得了大宗的一致好评,也正是这样完美的演绎,让郭靖安获得了影帝的称号,也正是这样的完美诠释,让郭靖安有了完美的演绎形象, 可能到了现在一说起郭靖安大家就会想起阿望这一角色吧,成功的人是在不断的进步的,不会因为满足于一点点的荣誉而自豪, 虽说郭靖安在香港的地位似乎可以和古天乐持平,但是他并不满足于现状,仍然在不断的前进,对于演戏郭靖安是认真的,演戏不是儿戏, 在这方面郭靖安和古天乐有着同样的追求,对于演员来讲,作品不要求数量而是要求质量,对于这样一个用生命的热情来演戏的郭靖安大家喜欢吗?